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运通过还是不重要 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银链 然后叫什么大信 这三个比较熟 那如何选择呢? 首先我们用排出法 没见过的去掉 老师是不是教你高考做题的时候都教过信用排出法 没见过的去掉 这个常见的一看就是中国了 这个去掉 去日本那就是用这三个清楚哪一个 好了今天主要今天给大家讲这三个 银联的话先不说 因为银联的话是咱国内的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两个呢是国际组织 这四个呢是信用卡机构 这样其实是这样区分的 但是呢 基本上大家会选择去日本如果留学带信用卡的话呢 是带这三个其中一个 大家主要是怎么在这三个当中挑选 因为银联的话大家不用说 因为咱普通的卡就是银联卡 是可以刷的 所以说这个就 就没有必要讲了是吧 就就就讲这三个 首先 这个Visa和Masta 还有G7B 应该怎么怎么区分呢? G7B是日本发行的 重点来了 这是日本发行的 知道怎么选了吧? 这是日本发行的 这一日本银行 日本好几大银行合作发行的 叫G7B 所以说这个可以作为首选 然后Visa和Masta应该怎么选呢? 因为现在G7B这个卡卡种的话不是很多 之前的话是中国有中国银行 还有其他银行在做这个G7B卡种 但现在的话我不知道 因为我复日当时是办的G7B的这个子母卡 也就是主卡和附书卡 现在的话还有可以选择G7B 然后的话 如果是你们那边没有G7B 或者办不出G7B的情况下 那Visa和Masta怎么选呢? 那首先我建议选择Visa 为什么选择Visa呢? Visa是比较针对于像亚洲市场 和澳洲市场 就澳大利亚那边的人 就签约率 店铺签约率非常高 也就是说 不会出现你去了那个店里 Visa用得了 Masta用不了这种情况 或者说Masta用不了 Visa用不了的情况 所以说去亚洲和澳洲的话 可以用Visa 然后去选Masta的话呢 如果你是去欧洲和北美 就美中啊 你可以选Masta 但是呢像 据我新加坡的同学说 他们那边都是用Masta 这个的话就有待考证了 但是我感觉还是Visa的限运量会更多一点 GCB的话呢 在日本国内是没有问题的 出去的 就是出了日本之后 你如果是去其他国家 或怎么样的 这个有待考证 对吧 它毕竟是日本本国发行的一种相关卡片 所以说这个排阅呢 那当然就是GCB 大于Visa 大于Masta 是这样一个排阅了 然后给大家说一下这个GCB 就是有很多同学说 老师我用这个银链存进去这个县汇 应该是存现钞 然后去日本什么7-11直接取钱 可以吗 当然没有问题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现在国家这个央行新规定啊 如果你每年取超过10万以上 你所有名下所有卡 冻结 因为有非法洗钱嫌疑嘛 就冻结冻结 然后呢 其实 你这个取钱的这个手续费 和你用GCB 用信用取钱 它是每天按一个千分之几的一个 一个利率嘛 会收你一个手续费 和支那金 就是每天一个利息这样的东西 如果你当天用GCB取钱 第二天 然后再用你的 通过你的手机APP 软件再给它还上的话 呃 我个人感觉 你这种信用取钱 然后再还上 和你这个直接 呃 就存好了钱再取出来 价格是差不多的 是差不多的 呃 老师说 那还有一个同学说 啊老师 我去了日本之后 再办银行卡行不行 啊 去了日本之后呢 你办银行卡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信用卡呢 不是很好办 为什么 呃 日本的社会呢 因为他觉得这个 学生这方面 没有什么经济偿还能力 所以他不办给学生信用卡 即使有什么乐天学生卡 或那巴拉巴拉一些学生卡 额度都超低 和人民币的话 可能才只有几千人民币 有学生说 老师我其实就是为了不想让家长知道 我在那边花钱了 所以我才要办个信用卡 哪怕额度低点也没有关系 那你不如直接办个国内的信用卡 拿过去刷对不对 你干嘛非要 非要用父母的那个 那个子母卡去消费 然后让爸妈知道呢 你可以过办个国内的信用卡 国内信用卡 你随便办一办 额度大概都要一两万吧 在日本的话 你可能也是一两万 但是是日币 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所以说呢 呃 留学生在日本办信用卡呢 是非常难的 审核是非常难的 对 呃 然后关于这个 选这个卡的种类呢 就是GCP 大于Visa 大于Master 好了 这是今天这期细评的视频的主要内容 哎 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我们下次再见咯